各位,又到了我们赞美曹操,歌颂曹操的时候啦 今天是2021年2月4号 在雨夜里又要响起 最心爱的曹操 他悄悄地离我远去 未曾留下一句话 曹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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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地 曹操 在雨夜里又要香气 够了 今天想要跟各位来探讨一件 很严重的事情 对曹操的形象损害极为严重的事件 那就是大家都知道的 曹操杀吕伯奢全家 这是真的吗 公元190年曹操拒绝董卓的任用 曹操本来是典军教卫或典军校卫 那董卓当时形象很好 他要援览各方的人才 那三国志说 曹操因为拒绝董卓的任用而逃跑了 但是是不是真的因为拒绝董卓任用而逃跑呢 因为当时的董卓并未显露出他的野心 其实当时很多人都是接受征召回到曹操任官的 譬如说王允也是董卓去找回来当官的 还有武币、周币、武穹、武穹、周币 还有很多名城贤士 当年被宦官所获得党雇之祸 而被罢处的文武百官 都被董卓找回来当官 所以其实当时并没有发生像曹操这样董卓 要他当官他却不要的 你看那个王允 裤子没穿就赶着去接受董卓的征召当官 一当就是当了经召河南影 那河南影然后还没一年就被身为师徒 你看王允多快乐 那个人研判 袁绍跟曹操为什么要逃亡 理由很简单 因为袁绍是不是屠杀 屠杀那个宦官两千多人 三国自有记带 连那个没有长胡子的也杀 而且还换火把那个皇宫给烧了 而曹操是不是也是参与其中的一份子 跟袁绍是同伙的嘛 还有丁远啊 丁远在哪里换火 丁远在那个孟金 也就是洛阳要到黄河的那个重要的港口 丁远在孟金换火啊 最后这个董卓是不是以司空 当时的司空管辖有司法管辖权嘛 董卓为了要融络民心 你看你换火烧梦金大城 还有换火烧黄公 换火烧长安城 还屠杀两千多人 你不可能说干了这些事情 拍拍屁股走人 没事 当做没事发生 然后袁绍曹操还可以在朝廷当大官 丁远还可以当他的执金玉 可能吗 你打个比方嘛 假如说现在台北市 首都所在的台北市 马英稿换火 把总统府烧了 然后这个 这个 柯批 这个 屠杀 屠杀这个绿营的官员 然后 当做没事 什么事也没发生 什么事都没发生 还要等着蔡总统 或者说 这个等着 继任蔡总统的人 赖清德好了 赖清德 赖清德 可能 怎样受伤了 还是被怎样了 然后这个赖清德 继位 当总统 然后这个换火 烧总统府的马英稿 还有 这个屠杀 绿营官员的柯批 两个人还在那边 傻傻的等说 新的总统 上台了 他要找 找人来当官 我就在这边等他 找我去当官 当做没事 放火 杀人都没事 你们认为可能吗 不可能吗 所以丁远是不是 被以孟军 纵火罪 被处食 再来就是 弃拿那个袁绍啊 跟曹操啊 所以曹操才逃走嘛 那曹操这个 他的罪名一定是死罪哦 因为你在皇宫屠杀 两千多人 连那个三国志有记载嘛 只要是没有胡子的都杀 总共杀了两千多人 而很多没有长胡子的少年男子呢 也被杀 这三国志记载的很清楚 杀了两千多人 还换火 把那个皇宫给烧掉 所以皇帝才逃出去的嘛 那所以这个 这个汉朝的法律 有明文规定啊 纵火 无论守从 一律 武门 武门斩守 论斩啊 纵火罪就是 就是死罪 无论守从哦 所以说 袁绍跟曹操当时的罪都是死罪 所以曹操一定要逃嘛 并不是 三国演义说的说 曹操要他当官 当官啊 他不要 他就逃 哦 不是这样的啦 有官当水不要 你看那个王允快乐的不得了 快乐的不得了 那曹操逃出去到了城高中谋县那边去投靠他爸爸的好友吕伯奢然后就传出怎样他把吕伯奢全家大小八口全部屠杀说是听到啊这个吕伯奢的儿子 跟宾客计划要抢劫要杀害他要去告密所以他先下手为强但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应该要要有敏锐度就是说为什么又是姓吕的曹操好像跟姓吕的总是离不开姓吕的啊 怎么又是姓吕的吕伯奢 然后我们看三国志有没有这段屠杀吕伯奢全家的记载三国志没有 那魏书呢魏书呢魏书是怎么写的他是说吕伯奢之子与宾客共结超 因为看到曹操这个有带包包里面可能有金银珠宝 所以他跟宾客吕伯奢的儿子跟宾客要抢劫 结果都被曹操五个儿子加上宾客三个人都被总共八个人都被曹操给杀了 哦这样如果魏书说的是真的哦那曹操真的是武艺高强啊哦 以一敌敌众啊哦可能不搞不好不止八个啦 因为吕家是大富翁他家同仆很多啊哦不是不只宾客而已 儿子啊宾客啊还有那些仆人啊加起来我看大概也二三十个吧哦那 你看这个曹操一个人能够杀那么多人吗哦 再来是说心语说超以图籍杀之啊就是跟三国演义说法一样就是听到呢磨刀僧 还有李伯奢儿子在那边嘻嘻嘻嘻嘻哦他以为说他们是准备要告密 所以曹操就把他们给杀了哦可能吗哦 哦这好再来看孙盛的说法杂技呢他里面也是以图籍夜杀之而去 然后还说哦这个孙盛的杂技多了这一句话啦哦对曹操的形象破坏相当严重的就是这一句名言 领我妇人修教天下人妇我啊领我妇人修教天下人妇我啊这一句 这一句话成为现在很多人的座右鸣啊闺女啊哦大家都以曹操为榜样哦 但曹操真的有讲这句话吗哦难道难道当时的人有装窃听器还是有有怎么曹操讲的话当时讲什么啊怎么杀人大家都知道啊哦怎么那么神啊哦还写 既在这些事情的人还知道说有磨刀生啊啊呂家不是全部全家都被灭门了吗那这件事情到底是又是谁说的呢除非啦除非是曹操自己跟人家讲啊不然谁会知道不然就是说呂家没有被全部杀光那些 那些只有呂伯舍跟他的儿子还有宾客总共八个人被杀而其他的那些仆人都没有被杀哦哦 哦像一定有女佣嘛不不杀女人嘛所以那个女人知道事情的经过后来就跟官府讲哦这这个可能性也有啦哦但是但是你们想可能吗 曹操已经杀红了眼连他的儿子都杀了宾客都杀了哦啊连那个买买酒酒肉回来的呂伯舍在路上也被杀那那曹操有可能说留下仆人不杀吗哦如果以曹操后来在徐州的大屠杀 证史上有记车上有记车上有记车也好 一定是全部杀光光 所以说这个就变成罗生门了 所以三国志没有记载 但是我们如果以现在合理来推论 把讲这件事情的人一定是什么 官府嘛 就是官府讲的嘛 就是董卓派人来派人追杀 追杀那个袁绍跟曹操嘛 因为他们是杀人犯 屠杀两千多人 还有众火的罪犯嘛 到处都贴这个弃拿的这个公告嘛 那这是我自己推论的啦 曹操跟袁绍就逃亡啊 那曹操这个时候能够投靠的人呢 必定是 必定是 相当相当信任的啦 我认为啦 一定是自家有血 有血缘关系的 才可能收容曹操啦 你即使在好朋友也不大可能啦 因为这是曹操跟袁绍 患的是重罪 在皇宫换火杀人 那是灭九主的重罪 丁远就被砍头啦 所以说 你即使是父亲的好朋友 也不敢收容曹操啦 不可能啦 陈高 呂伯舍的家陈高那边 离那个洛阳城只有 只有几十公里而已 很近的 那陈高 陈高中谋县那个是 大城 大城市呂伯舍 他们是大富翁 名门望主 不可能说那么傻傻的敢 敢收容这个杀人犯 曹操重城 但为什么吕伯舍 为什么会有这件事情 所以我合理的推断啦 为什么又是吕 因为之前的视频 我都说过了嘛 曹操本姓吕嘛 这个吕伯舍啊 就是吕家人嘛 只有吕家人才有可能收容曹操嘛 但是董卓 曹操的官兵不知道啊 所以一直追到那个吕伯舍的家 曹操在吕伯舍一家人的保护之下逃走嘛 那吕伯舍 他们是大富翁 家丁家普宾客 所谓宾客就是他们的家将 家宾啦 吕伯舍率领他五个儿子 还有家兵 就抵挡那个官兵的追捕 跟官兵厮杀嘛 最后 全家被董卓的西凉兵给灭门嘛 对不对 这很合理啊 所以才姓吕啊 因为曹操就是吕超嘛 吕家人拼死也要保护曹操 让他逃走啊 不然你说他怎么可能 能逃走呢 一定是吕家人拼死命 带着这个大富翁吕伯舍啊 带着全家老小还有那个家兵 保护曹操 结果被灭门 但是但是那个董卓的西凉兵 搞不清楚说 这个奇怪 这个吕伯舍跟曹操不同性 干嘛这样拼死命保护曹操 然后现在全家被杀了 你不能说是我们西凉兵杀的啊 因为当时董卓正在搞形象啊 大外宣啊 大内宣啊 他在搞形象啊 绝对不能说是董卓杀的啊 所以他就编这个故事啊 说董卓的西凉兵 他们就编这个故事说 曹操人家好好要款待他 结果曹操恩将仇报 把人家全家杀了 这个就是真相啊 我的灵感是很敏锐的 我猜是这样没有错了 你看董卓正史也有记载啊 这个董卓常常讲谎话 他是不是有一次 到了某个乡村 那乡村的人都在那边 庆祝这个 要过年了嘛 在那边庆祝过年 结果董卓的西凉兵一到 把全村屠杀光光呢 把那个人头都砍下来 然后人头都插在那个枪帽上面 然后就这样进京 然后跟文武百官说 剿灭黄金贼 剿灭叛贼 大胜而还 有没有 三国志不是有这段记载吗 你看董卓杀人 然后还编故事 说他们是贼 那同样的道理嘛 李伯舍全家就是董卓杀的嘛 但是他骗大家说是曹操杀的 他这个曹操百口莫辩嘛 那曹操因为在李伯舍 也就是他的童中的保护之下 顺利的逃往逃走了 如果说曹操真的杀害李伯舍全家 那我请问你呢 为什么曹操的阵营里面会有那么多姓吕的 你随便查了就有谁 你看吕长 还有这个属于以前吕国的 有很多姓吕的 吕钱 吕贡 吕贱 这么多姓吕的 都是曹操葬下的名将 或名臣 那如果说 他杀了吕伯舍 那姓吕的还会跟着曹操吗 我想是不会的啦 然后 你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曹操的文武百官里面 有没有跟他同样是配国桥县的 有 但竟然只有 只有两种姓 除了姓吕的以外 吕的是自家人 当然是配国 习惯是配国桥县 那 只有另外两种姓 一个就是夏侯 你看八虎将 夏侯敦 夏侯渊 曹仁 曹淳 曹洪 曹修 曹真 夏侯上 这些人全部都是 配国桥县 问题是夏侯淳 夏侯四 他们是历代 都跟曹操 他们通婚的 也就是说 是很轻很轻的姻亲 所以 这配国桥县有夏侯四 来加入曹操阵营 这个不足为奇 只有另外一个 没有 没有场场联姻的 配国桥县人 这个就比较特殊 他是谁 竟然就只有一位呢 那就是 很有名的 许楚 许楚啊 配国桥县人 他就是 典尾 典尾死了之后 接替典尾的位置 担任曹操 护卫的 这个 护卫队 队长的 许楚 他的习惯 也是配国桥县 竟然就 如果撇开 亲戚 夏侯四 不说的话 属于 配国桥县的 竟然就只有 许楚一个人 其他的这些 这么多名城 文城 百官 文武百官 全部都不是配国桥县 那你们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为什么 配国 配国很大 历史悠久的古城 在以前出过 什么 刘备 还有周博 周英 黄坏 黄坏 这些名将 猛将如允 怎么到了 曹操的时候 完全 不见了 那些姓周的 姓反的 姓流的 名将 都没有人 可以 可以在曹操 镇允 当 当大官 当大将 就只有这个 许楚 而且许楚 还不是 还不是什么 大官 他只是 护卫长而已 他 生前 最大的 这个 能够 他的十亿 只有七百户而已 七百户 十亿 七百户 然后你看 那个张鲁 曹操给张鲁的 十亿 有一万户 然后其他这些 五子梁将 八大将 都是 十亿 都是两千户 以上 两千户 许楚 保护曹操 那么多年 二十多年 结果 只有七百户 而且 大家 网友 替许楚 大抱不平的是 典委 跟其他这些 名臣武将 很多人都有 被 历代的 曹 曹家皇帝 曹批 曹瑞 他们祭拜 典委有 同样是 护卫 曹操的典委 有被祭拜 但是 只有 谁没有 许楚 没有 除名 这个 曹批 曹锐 祭拜 的人 有 夏侯渊 夏侯敦 月静 张阁 徐晃 这些 名臣武将 都有 张了 也有 就只有 许楚 没有 拜托 许楚 跟曹操 是同乡 怎么 待遇这么冷 待遇这么不好 才七百户 然后还不能配饰 这个 配饰这个 寺庙 也没有人 要 给他 香火 所以啊 我之前的推论是正确的 就是 曹操 根本就不是 佩国 侨献人 佩国 侨献人 只有谁是佩国 侨献人 就是 曹腾 就是那个大宦官 曹腾 曹腾是佩国 侨献人 但是 他所收养的 养子 曹松 其实就是 旅国人 就是 山东 泰山 泰山 济南 济北 那边的 旅国人 所以说 曹操 曹操对 佩国 侨献 没有什么 感情啊 他要 提拔 文臣武将 他也 不会 刻意要 提拔 提拔 那个 佩国 侨献人 所以都 没有 就只有 这个 许厨而已啊 还有 这个 蕾氏 姻亲 结婚的 那个 夏侯 夏侯 氏啊 其他都 不是人 你看到的 这些 不信 我们来看 我都有 把它 查出来了 寻遇 寻忧 他们是 尹川人 跟 郭家 尹川人 然后 贾许 是 甘肃人 成育 是 东 阿 郭家 是 尹川人 中游 是 尹川人 华兴 是 平原人 这个平原 就是 以前的 吕国 境内的 一个 县 王朗 东海人 东海 也是 以前的 吕国 吴子 梁将 张辽 是 跟 吕布 同乡的 宾州 这个 燕门人 岳晋 是 燕州 杨平人 在 古时候 这个杨平 就隔着 黄河 过了 黄河 就是 吕国 他是在 吕国的 对面 这个 岳晋 于晋 泰山 你看 这个也是 吕国人 于晋 张格 济州 河北人 徐晃 徐晃 是 河东 河东人 好 再来 名将 李典 燕州人 燕州 燕州 山羊 这个是 古时候的 吕国 李通 河南人 河南信羊 张霸 燕州 泰山 这个 古时候的 吕国人 文聘 河南 南羊 吕前 燕州 仁城 这个就是 以前的 吕国人 你看 姓吕 徐 徐 是 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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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县人 庞德 甘肃 人 心 匹 尹 穿 人 田 玉 天 金 人 吴秋 简 山 西 文喜 县 人 那我们给他统计 初步统计 属于以前旅国的就有华兴 岳镜 岳镜 渝镜 张霸 吕前 离典 王朗 吕共 吕剑 你看他 他旗下的 文城武将属于吕国人 这么多 而且他的青州兵 30多万青州兵还有那个 100多万的家属全部都是吕国人 你看这个吕国啊 这个就是以前吕国的位置啊 山东跟徐州交界的地方那里吕国 吕 吕国 下面就是后来的徐州 所以说 这个 曹操 在吕家人 也就是吕国 同样是吕国的 吕家人的保护之下呢 逃了出来 然后 这个 他所重用的大将呢 都是吕国人 清州兵就最明显的嘛 清州兵就所谓清州就是 就是济北嘛 济北在哪里就是以前的吕国啊 吕国境内的 有军北啊 有军北啊 军南 还有泰山嘛 这个就是为什么 呃 曹操 曹操到底真正的姓是什么 然后曹操就做了一个动作 他就把他爸爸的坟墓 有没有 从泰山 挖出来 挖出来 移走啦 不是挖出来 就是 挖出来 然后移走 移到哪里去 移到这个 佩国桥县啊 哦 所以大家才知道说 哎呦 原来 吕爸爸本来是 葬在 泰山啊 啊 后来才把他 移回到那个 佩国桥县 为什么曹操要做这个动作 他就是要跟人家说 哎 我不姓吕 我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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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曹 啊 为什么 为什么 曹操那么怕人家 知道他姓吕 你要知道哦 当时东汉政权 是不是姓柳 而姓柳的就是当年 屠杀 吕氏家族 吕后之乱嘛 这个 刘章 朱虚吼 刘章 跟 太魏 周 呃 太魏 周 周伯 总共屠杀了 吕氏 大大小小 男女老幼 不论男女老幼 大大小小 三万余口 全部杀 只有那个 吕 吕台的儿子 吕家 因为 因为 很早就被 吕后 贬为那个 庶人 变成平民 所以 吕后的家族 就只有那个 吕家的后代 狗活下来 那吕家的后代 就是曹操嘛 那 有一件事情 你们有没有 觉得很奇怪 当时有一位天才儿童 叫做周布宜 周布宜 号称天才 结果被水给杀了 才17岁哦 才17岁有什么 有什么重大错误 重大冤仇 曹操就一定要杀他 曹操把周布宜 17岁的少年 未成年人 把他杀了 然后他的儿子 曹操就很疑惑 而且阻止 要阻止 他爸爸曹操杀 杀这个 当时号称天才儿童的 周布宜 但是曹操的理由是什么 他说这个人啊 你将来是无法控遇的 你将来没办法控制 为什么曹操会讲这种话 将来能不能控制 那是将来的事啊 人家现在才是未成年人 17岁的天才儿童 你只因为他锋芒毕露 你就认为他将来会没办法控制 要把他给杀了 曹操到底在怕什么 真相大白了吧 因为他想到的的人 就是周伯嘛 周伯后来是不是 是不是旅台旅产旅家人 无法控制的 周伯嘛 周伯是天才的军事家 他跟着刘邦打天下 战无不胜耶 天才的军事家 就跟周伯怡一样啊 天才啊 天才儿童啊 那将后来 旅家人旅后都没办法控制 这个周伯嘛 所以曹操怕的 就是这个周家人啊 周伯怡就是 可能会成为曹批的周伯啊 所以他干脆先把他 先把他给杀了嘛 所以后来曹批当皇帝以后 就没有发生像周伯那种事情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